西班山管仙观的历史是很容易的 从葛天师最早在这个盘一带之炉 我们看天师宝光里有写了扩桑 任由游啊 这个扩桑山和会计山都人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从大葛天师来这里就有多少样 后来呢 这个小葛先王 楚罗玉 赵瓦信真人 都来这儿详细整个修丹 烧丹炼药 这个样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我们初步估算一下1800年历史 1800年历史 首先咱们山呢 它这是一个风云比较好 我们说气场比较足的一个地方 它的风云也也看到了 这个青春白虎对上风云 这个地方呢 历代初修的 比如说黄金真人啊 跟人先生说这个说法都说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可以随时差别来 就是因为它灵气特别多 还有它气场都比较好 所以它基本特别 要帮助别人啊 不要忘了传统 当然了创新也好 去发展经济也好 去发展军事和政治 都有一些人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个人呢 是对这个祖师爷的经典 对祖师爷以前所做的事情 是有非常高的这种 走路可渡的 甚至说我是很信仰这个道的 那么我觉得既然信仰道 那么一生的追求呢 无非就是奉道 或者在恢复祖师爷道上 西白山转天观呢 有成太白山 历史上皇帝也刺风过 这个地方叫做四建太平馆 有很多的这个道长在这边修道 那我也是今天想说来到这里 不过我觉得这地方奉的 非常非常好 政府也比较支持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要为民族崛起呢 出点力 但这个力呢 一定要是力所能及的 我认为能做到的 第一个是看守祖师爷道上 不至于让他流入外教场所 这个是我作为一个道士 应该做的 士嘛 士兵嘛 看守嘛 第二个就是恢复祖师爷道上 祖师爷当年在这里 羊羊沙塔 99间公关在这里 那作为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一间小户庙 那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我说 第一个我看住了这个庙 第二个人 我有机会就发展一下 十方三星发院 那么这个地方 我祖师大家把它修建一下 恢复祖师爷的场所 恢复祖师爷的典型 祖师爷 那你像我们葛鲜翁 有非常多的典籍 能够利私利弊 非常有名的 图友这个科学家 他用了我们祖师爷 总部位置方的一些方子 就可以提炼出清晃术来 这个对全世界人类 都是有很大贡献的 这个贡献来自于葛鲜翁 那我们作为这个 朱花明珠后代子嗣子孙 那一定要继承葛鲜翁精神 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尽自己能力 那我自己是练武的 修行的 我想在这里修行 对吧 这也是一个人的追求 是我个人的追求 但我认为 其实每一个 华夏子孙 这个阳黄子孙 其实都有自己的追求 每个人不一样 那么作为我来讲 我希望奉道 奉道 行道 学道 在这里呢 能够得到主持人 更多的能量加持 在自己未来的路上呢 我走得更远 能够有幸的话 影响一些人 这些人呢也能够 像我们这样 就把手的主持人的道场 弘扬主持人的精神 为我们自己的民族 做那么一点点事 首先咱们山呢 它这是一个风景比较好 我们说气场比较足的一个地方 嗯 它的风水也看到了 对 它这个青春白虎堆上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历代初秀的 我们说的 广经证人啊 教授先生说这个说法 都说到了 所以 这个地方呢 它随着有差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灵气特别多 还有它气场特别好 这是它的基本特别 这是它的基本特别